這話題來關注國內疫情打亂了年底選戰的步調 作為執政黨民進黨在北北基桃竹五縣市人選都還沒產生 黨內高層分析不急著在七月全代會前提名 可能會延到八月份 對此外界分析民進黨是在等陳時中 能夠順利卸下指揮官的職務來選台北 對此陳時中出現有別於以往的回應 他說不要等我 熱烈掌聲中總統蔡英文出席全國產業總公會活動 冠金勞工福利和權益 然而疫情不只對產業造成衝擊 更打亂年底縣市長提名節奏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蔡總統 要先主持七月的全代會迎來黨內全力結構改組 至於北北基桃竹五縣市的提名作業 將在往後演 外界分析這是綠營在等一個人 那就是指揮官 陳時中 沒有聽聞 沒有聽聞這個訊息了 那我也再次講不要等我了 一句不要等我 陳時中把話說得很白 但他也向被綠營視為參選台北市長的大熱門 撼對北市躍躍欲試 而且已經明確表態的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聽到提名時程可能延後 反應則是 我是還沒有聽到這樣的延後的決定 離選舉日也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 現在當然是防疫優先 可是民主的選舉也是要逐步的向前走 特別是各政黨推出優秀的人才把防疫做好 那民主 政治啊 我們也是一樣能夠一步一步來向前走 身為選隊會成員 林佳龍向黨中央喊話 提名作業和防疫工作其實可以同步並行 畢竟11月就要投票 越早確定人選 就有越多時間和空間 充分備戰 記者林佳龍向三 特別報導